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射调英雄传搬上大萤幕后却遭到了群嘲 连鼓龙粉都出来倒游 简单的同情二字将嘲讽都写在了脸上 割露人马下场 不看好的占大多数 原因无他 选绝离谱 从官宣阵容来看 第一男主郭静游顶流肖战扮演 肖战绝对的那与顶流偶像 外形俊朗 很适合古装扮相 粉丝众多 一呼百应 这次演郭静的消息一公布 也是各种粉丝期待的声音 肖战本人只转发了电影官宣的消息 就有超过一百万的转发 不愧是顶流 演技方面毕竟是演过三年话剧的 演技不会差 不过减有各个版本的郭静诸遇在前 他的演技是否能胜郭静这个角色 还是未知数 倒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庄达飞 让人眼前一黑 他来眼美貌与智慧并存的黄荣 观众不得不直呼内于没人了吗 不是说不给新人机会 而是不能瞎给新人资源 据悉这部电影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 这幕后班底非常强大 主要投资方为中影 一共投入四亿资金 导演需各采用3D拍摄模式 请来了长津湖和龙门飞甲的团队 在票房压力下 请来顶流肖战称场情有可原 但如果没拍好 骂声可能都让他一人单了 如果拍好了 这位玲玲花庄达飞就会飞升 按网友所说 肖战可能只是工具人而已 自本想利用他哪一下新人 据悉 庄达飞今年22岁 虽然拍过一些小戏 但还没毕业北影 还没校门 和宋祖儿本事一介 可外出休学一年后被迫留到19级 他的同学目前都没有这么好的资源 比如同兴出道的宋祖儿 在偶像剧和家庭剧里打转 无论有暴剧心汉灿烂 但也拿不到优质电影资源 唯独庄达飞一招月为 四亿投资电影女一号 搭上肖战 成为各女郎 而且电影的配角全是大咖 有慧英红 成龙 梁家辉等等 但是看她的长相 怎么也不会是徐克亲自挑选的 宋官客女郎 从林青霞到张伯芝 哪位不是标准的大美人 哪怕被嘲讽演技不够的杨颖 也在敌人节之神兜龙王里 贡献了神奇美貌 正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徐克再会拍 也无法把张达飞拍成王祖贤 仔细看看她的五官 很顿 带着男孩子气 不美不媚 很难平 尤其是古装 何黄荣完全不是一回事 读说的网友说她演的是郭靖吧 看起来就有点憨 甚至有人认为她和全自禁组的陈腾月 有些相似 女生男相 适合现代剧 资源关系网 一直是说不清闹不明的事情 娱乐圈更是 就在主演公布后 姚晨发布了一条恭喜庄达飞的内容 也引发了关注 出戏了 庄女士 一时之间大家都在好奇 演黄荣的庄达飞是谁 表面上看 就是一个22岁的年轻女演员 漂亮 高挑 毕业于北电表演戏的她 但从公开的资料上显示 她从幼儿园就开始拍广告了 读了国际学校 少女时代就推出过自己的单曲 出生于2001年2月 2012年 11岁就出演了首部个人作品老人院 这是一部微电影 是张扬导演电影《飞跃老人院》的番外片 由吴天明 王洛丹 张义等主演 也就是说 小小年纪就和知名导演 演员一起拍戏了 2016年 15岁推出首制个人单曲《能量光战》 之后还有自己作次作曲的 单曲《候鸟》的约定 《少女时代》就进入娱乐圈拍戏唱歌 起点就比一般人高 被选重演黄柔后 各种关于资源的讨论也随之出现 姚晨发文恭喜她 之后 庄达飞也在下面留言写道 我好好努力 跟着姚晨又回复说 加油 片酬记得打我卡里 那么 姚晨和庄达飞是什么关系 剧里的母女 去年 两人主演的电视剧《摇滚狂花》开播 姚晨和庄达飞饰演母女 一个是前女子摇滚乐队主唱蓬莱 一个是被母亲抛下独自长大的女儿白天 千里马也需要博乐 在娱乐圈 有资源当然比没资源要强 但不管是什么资源 拍戏这件事 哪怕别人把舞台搭好了 真正的表演还是要靠自己 这些年选过的黄蓉 没有哪一位颜值托厚腿过 毕竟金庸圆柱里的她秀丽绝伦 肌肤盛雪 眉目如画 外表娇小可人 性格聪颖机敏 可用灵概括 而论灵气 翁美玲当属第一 一双大眼镜扑闪扑闪 灵气逼人 妖论美貌 朱英当人不二 精致的五官 娇俏瘦薛 真是尽若厨子 动如脱兔 再论聪慧 周迅该是第一 眼珠子一转 瞬间记上心头 要说狡猾 该是林依晨版最出色 兼备可爱和邪气 而综合条件极为不错的李一同 观众认可度也颇高 从长相到身高 表演 皆撑起了黄蓉 另外 最新电视剧版黄蓉 由新人包上恩扮演 看得出来 这姑娘有几分灵气 定装照一出 夸奖比吐槽多 软软诺诺的 有江南美女的感觉 至于庄达飞 外形属于平平无奇 怎么看也和黄蓉没关系 所以该电影官宣振荣 当天就上了一个资源嘎的热搜 不少人在评论区留言 内于不是区演员 是被资源嘎毁了 而导演徐克不过是个打工人 他并没有选角的权利 在网友申巴下 发现这位庄达飞和李更熙 向韩志并称为三里屯姐妹 三人都是在成年之后突然有了好资源 比如李更熙 没有上大学直接出道 他的父亲和徐敬蕾是同学 他也只上了十个月表演 培训课就迅速入行演戏 先是在同学两亿岁 兔子暴力 小欢喜等距离刷好感 后直接成为主咖 比如南平大F剧《雪中汗刀行》 美貌的江雪妮被他演绎得毫无生气 线下热播的漫长的季节 情号范伟成他陪衬 而李更熙主演的《我们一起摇太阳》 将在明年上映 导演韩颜拿过东京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曾合作过李某风动物世界 一阳千玺 送你一朵小红花 摆摆和滚蛋吧 种流军 由此可见 李更熙的资源真的好到爆 各种顶级配置往他身上砸 可谓是只要有资源 诸都能上述 但他目前风平很一般 一直认为他拖累了漫长的季节 向韩之也是徐静磊公司的 今年21岁 17岁拍戏 先后在几部大热剧里刷脸 由小敏家 启航 当风启时 带播剧《少年巴比伦》 教样伴我肖战 白百合 跟李更熙比 他的资源要差一点 但已经是很多刚毕业科班生摸不到的天花板 至于庄达飞更不用说了 现在又又有顶级电影射雕英雄 转之辖之大者 难怪这两年内于审美降级 新二代戏约不断沉飞雨 自二代不缺戏约 唯有真正的科班演员毕业及失业 人人讨厌资源嘎 人人又羡慕资源嘎 只是希望寻老怪能保住招牌 人闹老年赚奶粉钱不丢人 但愿能拍好吧 人人 与 template 人人 混